当中关注度比较高的三条新闻 我们首先来关注北京市第二条快速通勤走廊 经开高速和西南三环的公交专用道 今天正式启用了 今天全市有52条公交线路 就正式驶在了公交专用道上 为了方便市民 公交集团还在这段线路特别开通了 像这样的7条通勤快车线路 只在早晚高峰发出 我们马上就乘坐它来体验一下 这辆通勤快车早上8点从西洪门西站出发 很快行驶到了经开高速西洪门收费站拥堵路段 8点半左右 这辆通勤快车就到达了丰台北站 这车一开 在左这车 就是那边 突然有点快点 方便 随着经开高速和西南三环公交专用道的启用 52条公交线路享受到了快速通行的便利 同时享受快速通行的 还有途经此路段7个方向的社区通行快车 和4条商务班车 在提高公交出行效率的同时 也将缓解地铁大兴线的客流压力 在经开路上 我们是以增加公交的线路 还有增加公交的快线为主 那么能把大兴区 还有经开路周边的小区居民 能快速的引到公交上 然后快速的进城 记者乘坐公交车时发现 今天早高峰 在部分路段还是有私家车驶入公交道 交管部门也提示广大车主 公交专用道上监控设备全部正常开启 违章车辆将受到处罚 被告人理会通算